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 今天来到第三天了 今天早点起床 希望可以欣赏到这个日出 大家可以看到我戴了太阳眼镜了 因为今天实在太阳天了 刚刚也看了一个很漂亮的日出 享用一个很棒的早餐 正式开始我们第三天的行程 今天就由郊外正式走入九龙的市区 所以 都会比较长 所以我们就要早点出发 今天的目的地就是沿礦雅 大概有二十出公里 希望今天的行程会顺利 我们出发 大家看到吗? 好好天啊! 对面望到 有个飞鹅山 等一下也会走过去 有个波波感 就是大老山气象站 好了 等一下也会经过 好,我们终于来到这个飞鹅山了 回到市区有一种很矛盾的感觉 一方面又好像 回到自己走过的山 很有亲切感 但另一方面 这里实在是因为市区 人多又有车多 又要避车又避人 但我想这个就是物理浩径的特色 由西贡走到屯门 由郊外再走入市区 所以物理浩径真的非常有特色 现在看着市区景 想施子山了 好累啊,不停上 上得好急啊 来到这个大波公路啊 我们已经完成了物理浩径的第五段了 有点挣扎 看到这些巴士好像向我招手 下山吧 不如下山沖个梁 打个边爐更好 走什么鬼物境全走 回家了,豪哥 火车回到你家了 走了 走过去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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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多路端 來到這個甘山江貴公園 已經不再行山那麼簡單了 好像去了一個動物園一樣 又有猴子又有野豬 大家記得 把膠袋藏起來 不要讓牠們看到 否則牠們就過來搶 剛剛從猴子山走過來這個食門書敲場 稍微補給一下 就打今天的最後大哥 針山 第一隻 針山 GO 謝謝 剛剛用了一個鐘 由下面的食門水塘 跑上來針山 搞定了第一個大哥 不過不可以在這裡留很久了 我們要繼續趕路 我們要準備打第二個大哥 坐好衣服 準備來頭燈了 今天是第三天了 三天地來 第一次由天光走 真是天黑 不過我們很快便會到 又是時候總結一下我們第三天的行程 今天比我想像中辛苦很多 因為我們今天走的距離長了很多 差不多27K 中間又要牽涉爬山 加上累積了之前一兩天的疲勞 真是很累 所以今天真的很累 還要晚上摸一刻 才可以到這個圓礦坑 順帶一提 今天沿途都見到有兩人 跟我們一樣玩墨境泉酒 一人就是兩個女孩 很厲害 他們都是在岸平出發 但是早過我們去到北架山 所以他們應該很早出發 之後去到針山 見到另一批大陸的人 他們都是去圓礦坑的 人生呢 就是這麼奇妙的 雖然大家的部分不一樣 但是見到一些 跟自己目標一樣的人 都覺得幾興奮 因為證明了很多人 其實都有跟你一樣的目標 大家都在一起努力著 所以記得不要放棄 早晨啊牛牛 這麼早起床呢 早晨啊大家 現在是朝早大概 七點半 今天早一點出發 今天來到最後一天 要爬的山 很多都爬過了 長的旅程又試過了 今天呢 是累積了三天的疲勞 一次過釋放出來 不過今天 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M200 一口氣 走到回屯門 好棒 看見到大帽山波波? 就在上面 快到了 好邪啊 其實我這樣走一走都覺得很邪 現在還要背一個十幾公里的大背落 真是反地心吸力 現在 終於到了 大帽山波波 今次馬力好驚 最高點 港島 九龍 新界 機場都看到 剛剛在連者的補級園 現在我們就走這個最後兩段 第九、第十段 現在我們走著物理好景的第九段 去田夫仔 騎駛。大部分都是這些塁道 其實真是石屎路 一路好方 modifier 之後就結束軌道至屯門 那從這裡到屯門 大約走到一千顆七個公里 一路一路 我們現在到這個第十段 我們是天道湖的路行中 KC上至多人 人山人海 排隊上山 最後的幾公里路 現在剛剛過了順門復村 大概走多5公里 就去到M200 今天太開心 太想快到終點 所以今天走得很快 第九十段 有很多段都 背了15KG都跑 有什麼熱血的麥徑泉走 就是麥徑泉走的最後一公里 跑回終點 來了 衝啊 到了到了 到了 M200 到了 M200 100公里 完成 由西貢去到屯門 M1-M200 四天三夜 100公里 終於完成了 厲害 有些感動 在這裏我想多謝幾個人 首先多謝天主 眷顧我們 這幾天真是好天 這四天三夜都沒有下雨 走得都很舒服 又可以拍到很多美照 和美照 第二 第二 我想多謝我的100K戰友 洪哥 我大部分的裝備 都是向他借的 差不多有一半 沒有去呢 我想真的完成不到這次的旅程 第三 我想多謝我家人 因為他們 放心給我去這次的 43夜 100K戰友 我知道他們都很擔心我 但也都 經過這次的100K 也都證明了 其實我也有足夠能力 和經驗 所以我也會繼續挑戰其他高山的 第四 我想多謝阿希 阿希 第二天 陪我們由水浪摩斯 上岸平 如果沒有幫我們搬水上去 多天就肯定走到天下 最後我想多謝我自己 曾經有 曾經有想過我有放棄 但最後都堅持走到這裏 這條門 M200 所以 人生就好像行山一樣 只要你不放棄 你都會一樣 就像我這樣 最後完成了你的目標 走到你的終點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留言 讚好和分享給其他朋友看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我現在先去吃咸茶 拜拜 發音樂 會有的 在動画中間 有節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